乌克兰对习近平的谋划很重要 中国军事技术主要来源 来源 纪永天 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危机 至今仍未解除 乌克兰急需美国与北约组织的政治支持与军事协助 这也让乌克兰有求于美国 具体的市政是乌克兰在美国的压力下 终于将马达西奇这家重要的发动机制造厂收归国有 以阻止中国的并购 不过这只是冰山一角 来得太晚也太慢 这家掌握先进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的公司 早就与中国进行许多合作 输出关键科技给中国 过去美国多次阻止魏国 而且不只是在航空发动机这一领域 事实上乌克兰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军事技术来源国 包括向位阵列雷达 军用船舶引擎 各式飞弹 气垫登陆艇等 许多俄罗斯不愿意出口到中国的关键武器 都是乌克兰所提供 中国近年来军事力量能快速发展 乌克兰鞠躬绝尾 甚至说中国的航空母舰是乌克兰协助建立的 都不算是夸大之词 乌克兰是中国最重要的军事技术来源国 乌克兰是前苏联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国 仅次于俄罗斯 许多前苏联的军事科技研发中心与武器生产工厂都位于乌克兰境内 前苏联解体后 这些技术与工厂有不少落入乌克兰手中 包括盖到一半的航空母舰 这艘在乌克兰境内造船厂兴建中的瓦良格号 是库兹涅佐夫级航空母舰的二号舰 当时经济凋敝的俄罗斯无力支付继续兴建的庞大经费 乌克兰只好四处寻求愿意接手的国外买家 刚好中国一直想要发展航空母舰 曾以各种借口 购入澳洲与前苏联的退役航空母舰进行研究 遇此良机 当然不会错过 中国于是透过民间公司 以改装为海上主题乐园的名义 从乌克兰购买瓦良格号 但美国清楚知道中国的企图 因此以各种方法阻挠 甚至施压土耳其 要求土耳其以维护航道安全为借口 禁止由拖船拖行的瓦良格号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虽然美国不断劝阻乌克兰 不要出售瓦良格号给中国 但当时的乌克兰在中国的金钱攻势下并不理会美国 还协助疏通各种阻碍 使土耳其改变态度 同意放行让瓦良格号通过 最后 中国不止成功将为完工的瓦良格号拖行回国 据后来的情况来看 当时盛传乌克兰还一并出售瓦良格号的建造蓝图给中国 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这显示 乌克兰其实非常清楚 中国购买瓦良格号的真正目的 却仍决定出售 协助中国取得航空母舰 这艘瓦良格号停泊在中国港口一段时间后 被重新改装 成为现在的辽宁号 这也是解放军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中国还以瓦良格号为基础 在改良部分设计后 建造出第一艘自制的航空母舰山东号 甚至在这整个过程中 还传出有不少乌克兰籍工程师受聘到中国 进行技术指导 协助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乌克兰在中国的金钱攻势下 不理会美国 还协助疏通各种阻碍 同意放行让瓦良格号通过授于中国 改良成现在的辽宁号 除了航空母舰外 更重要的是舰上的舰载机 库兹聂佐夫级航空母舰 原本预计配备由苏-27发展而来的苏-33 中国向俄罗斯购得第一批苏-27SK战机后 也想要引进苏-33 不过当时 中国已经开始仿制苏-27SK 命名为歼-11 并打算如法炮制 只购买少量的苏-33来仿制 这让俄罗斯非常不满 在加俄罗斯对中国拥有航空母舰以后 会不会威胁到自己 也颇有疑虑 导致双方的谈判破裂 中国于是又转向乌克兰求助 因为前苏联时代的舰载机路上测试基地 就设在克里米亚半岛上 那时的克里米亚半岛尚未被俄罗斯并吞 仍有乌克兰军方管理 前苏联发展苏-33时的原型机就被封存在这里 在中国重金利诱下 乌克兰将原型机交给中国 让中国利用逆向工程与先前仿制苏-27SK的经验 发展出歼-15成功拥有了自己的舰载机 052D型驱逐舰背后充满乌克兰的影子 除了协助中国发展航空母舰 目前解放军大量建造的052D型驱逐舰 背后也充满乌克兰的影子 中国在开始发展新型驱逐舰时 以阴天安门事件而遭到西方国家制裁 无法取得军用设备 因此在动力方面 先从乌克兰引进UGT-25000燃气涡轮发动机 并自行仿制 再以民用船舶使用为名 从德国引进MTU系列的柴油发动机 这种组合成为后来中国新型驱逐舰的基本配备 052B型与052C型的第一批次 还采用UGT-25000 到了052C型的第二批次与052D型 就采用仿制成功的QC-280燃气涡轮发动机了 中国还在这个基础上 在改良QC-280 发展出性能更好的CGT-25M 用于排水量破万吨的055型驱逐舰上 加上从法国引进的柴油发动机技术 用于075型两栖突击舰与054A型护卫舰上 构成了中国海军新一代主力舰艇的动力来源 至于最重要的舰载雷达方面 中国在引进俄罗斯的现代籍驱逐舰时 一并获得了俄罗斯的技术 使用于052B型与051C型驱逐舰上 不过这款向为阵列雷达采用机械式旋转 性能已跟不上时代 于是中国在向乌克兰引进雷达技术 采用与美国神盾舰一样的设计 以四片固定式的向为阵列雷达 来涵盖360度空域 发展出了346型舰载雷达 配备于052C型上 随后在寻相同的模式 聘请大量乌克兰籍工程师协助改良 发展出更为成熟的346A型 安装在052D型上 而更大型的055型驱逐舰 则采用更先进 搜索距离更远的346B型 甚至 中国第一艘自制的航空母舰山东号 也是配备这一系列的向为阵列雷达 另外 中国的许多舰载电子装备 都采用不少乌克兰技术 若没有乌克兰的鼎力协助 中国发展新一代舰艇的过程 绝不会如此顺利 除了海军外 中国空军引进乌克兰的技术也不遑多让 在获得苏-27SK后 首先使用的是俄制的R-27半主动空对空飞弹 只是这款飞弹有许多问题 中国最后选择由乌克兰来协助升级 稍后采购更先进的R-77主动空对空飞弹时 中国本来有意仿制 但R-77使用的格栅式尾翼 虽可增强飞弹的机动性 却需要高阶的技术 这让中国决定另起炉灶 发展霹雳-12主动空对空飞弹 由于R-77内部的许多零件都是由乌克兰提供 乌克兰也成为中国取经的目标 至于最重要的航空发动机 更是中国急于达成国产化的目标 以避免过于依赖俄罗斯 除了一方面分散采购 如最近才右向乌克兰的马达西奇 下单400具AI-322 供L-15高级教练机使用 另一方面也逐步收购这家公司 希望买下关键技术 以解决目前自制航空发动机的瓶颈问题 中国发展空中加油技术关键突破在乌克兰 乌克兰除了供应零件与技术给中国 完整的武器系统也在出售清单上 最为有名的应该是 IL-78空中加油机与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舰 中国原本是希望跟俄罗斯采购全新的IL-78 但后来并未成功 由于前苏联解体后 部分的IL-78分拆给乌克兰空军 中国于是又转向乌克兰 希望采购二手的IL-78 最后 中国成功从乌克兰取得三架IL-78 成为中国发展空中加油技术的关键突破 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舰 则是世界上最大型的气垫登陆载具 可以直接从海上深入滩头 具备极强的机动性 中国总共向乌克兰采购了四艘 不过更重要的是 中国还在乌克兰的帮助下 发展出726型气垫登陆艇 这款较小型的气垫登陆艇 运输能力虽远远不及欧洲野牛级 却可搭载在一般的船务登陆舰与两栖突击舰里 方便接驳舰上的登陆部队抢摊上岸 威胁性更高 在正式军售管道之外 更有偷偷转移的例子 如在前苏联时代所研发的长城巡弋飞弹 KH-55 性能与美国的战斧巡弋飞弹极为类似 因此又被称为鹅板的战斧司机 在前苏联解体后 有一部分KH-55被分配给乌克兰 由于外界极为关注前苏联解体后 这种长城攻击武器的流向 乌克兰担心国际的批评与制裁 所以很可能以秘密合约的方式交付数媒的KH-55与相关技术给中国 让中国在这个基础上研发出常见杠实型巡弋飞弹 同时 前苏联时代的数个弹道飞弹研发测试机构都位于乌克兰境内 也让外界不禁怀疑 乌克兰是否曾转移过更为敏感的长城弹道飞弹技术给中国 甚至是先进的太空火箭技术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媒体都曾经报道 一些已改制为民间公司的乌克兰研发机构 正大力参与中国的太空发展与探阅计划 以抢食这块大饼 与俄罗斯闹翻转而寻求替代方案 而且更为吊诡的是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半岛 并介入乌东战争后 乌克兰反而更积极出售军事武器与技术给中国 原因在于俄罗斯与乌克兰全面闹翻之前 俄罗斯许多武器系统的零件仍如前苏联时期那样 向乌克兰的生产公司订购 双方决裂后 俄罗斯为了避免受制于乌克兰 开始寻求替代方案 或改由俄罗斯自行生产 或直接将受影响的旧型武器退役 以新型武器取代 让乌克兰的军工产业受到不小打击 为弥补损失 乌克兰更积极寻求新买家 就不令人意外了 结果造成乌克兰一方面更依赖美国与北约组织的支持 另一方面却更积极协助中国扩张军力 这在中国显露出如此赤裸裸的野心之前 或许问题还不大 但当美国号召西太平洋的盟国 全力围堵中国之际 乌克兰的这种做法 以严重伤害国际社会的利益 并破坏区域和平 美国过去不太愿意出售最先进的武器给台湾 除了怕影响美中关系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担心国军的泄密问题 结果对台湾设下重重限制 却放任乌克兰与部分欧洲国家大举对中国输出军事技术 可以说 今日两岸军力失衡 不完全是台湾的问题 单方面批评台湾不重视军备发展 国防预算长期偏低 其实有失功允 当然台湾政府必须加强对中国间谍渗透的反制手段与行动 但美国也应该用一致的标准 来要求乌克兰与部分欧洲国家 不能再继续协助中国 在乌克兰陷入战争危机之际 提供更多军事援助的美国 当然有筹码要求乌克兰切断对中国的军事技术输出 乌克兰在美国施压下将马达西奇公司收归国有以阻止中国收购算是开始 但美国是否有决心彻底切断这条供应链恐怕是在这场新冷战中能否胜出的重要关键 时刻新闻播报